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会发现呢 无精打采不说呢 发球啊 往往下放 对方都打出界的球来 拼命往回够 就给我们感觉是他不想赢比赛 他想输这比赛 果不其然 稀里糊涂的 最后这个中国选手技高一筹 成功的把这比赛输出去了 14比21 11比21 这是咱们排名世界名列前茅的女双选手 就打了稀里糊涂这么一场比赛 当时温布丽体育馆大概有6000人看了这场比赛 人都花挺大价钱买了票来看这比赛 想看中国一流选手的表现 结果看了这么场比赛 全场虚声四起 这怪事还没完 接下来 另一场女双的小组赛 这是小组赛最后一轮 韩国选手 何真恩 金文珍 对印尼一对选手 而双方也要 把这比赛输出去 谁也不想赢 最后裁判一看急了 你们这干嘛 出牌警告 你再这样 全判你们消极比赛 最后韩国选手极为不情愿的 把这比赛赢下来了 看到这儿有不少观众纳闷 这要干嘛呀 反了天了这是 什么原因呢 他有道理 就是由于中国选手还有一对 叫田青 赵云雷 这对选手呢 意外的输给了丹麦一对选手 一向弄得小组第二了 如果余阳 王小李这个小组 他们获得小组第一的话 他正常的话就会在半决赛上 两对中国选手撞一块 如果他得的小组第二 那就意味着这两对中国选手 在进决赛之前碰不上 说到这儿您明白了吗 就是为了包揽金银牌 咱自己人不能跟自己人打 那后边这事就顺理成章了 余阳王小李输了这场球 得了小组第二了 后边那个韩国那队和这个印尼那对选手 谁要赢了 谁得跟中国这对打 那中国选手多厉害 他没得躲着也得故意输 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这个事出了现在这个国际雨林 再向国际奥运会进行控告 就说这几多选手有消极比赛嫌疑 得展开调查 现在中国代表团和这个国际奥运会 就这个事已经展开调查 可能现在这个时段开会 可能要出台一个结果 那么说这个事 这些选手是怎么解释的呢 韩国说这事就赖中国 就中国运动员这种垃圾的比赛态度 你看他自己也犯了毛病 但他认为呢 这是由于中国运动员 这种消极比赛表现引起的 他故意要输 他不想自己人不碰上 那我们也不干 我们也不想碰他 我们也故意输 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中国运动员怎么解释的呢 这个代表团有人说呀 我们那个王小李赛前热身的时候 受了点伤 所以被打出水平来 虞扬说什么呢 我们这要进入下一轮 我们得保存点实力 我们不能这么硬拼 这是不是理由呢 勉强算条理由 但绝不是主要理由 如果说这里头背后 没有一些战略战术上的考量的话 他们说这话不成了上份烧报纸 糊弄鬼的吗 而且这个事情 石球式的说 中国羽毛球队 让球 假球 故意放水 这样的事 在以前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也多次受到国际雨连和一些观众朋友的诟病 我花了钱买票进来了 我看了一场假的比赛 双方都不使劲 你说这对观众是一种多大的侮辱 我花了钱了 他有的朋友说那不对 他们为了金牌 最终是为国争光 那我就奇了怪了 你看足球比赛 如果你买票进场了 双方打上假球 是把你气个好点的 就前两天 包括这个这个北京国安队对拜托莫尼黑 有一赛 国安队把他们三线替补都派上了 最后0比6输给拜托莫尼黑 你说我买了票进场 看场球 我冤不冤 等于北京国安放弃了这比赛 那你放弃 你别搞商业比赛 你别打就完了 所以这种比赛 是对观众的极大不尊重 当然 更高一层有人说 损害了奥林匹克 公平公正的精神 这些这些很高的 咱先别提他 就最实在的 我到场买票进来的观众 利益受到了损害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所以这种事情 如果任期泛滥下去的话 你说咱们看球的人 看比赛的人得多冤 根本没拿我们当回事 这是 等于公然违背 奥林匹克的 公平公正的精神 有人说 你怎么这么肯定 他们就这事 你要说别的队有这事 说我还怀疑 要说羽毛球队干的事 太正常了 为啥 历史上无数次 出现过这种情况 咱们先挑小的说 去年 这个在扬州 进行羽毛球大实赛 咱们这五个单项 进决赛 好多观众朋友 买了票进场 看看羽毛球队 看看林丹 这些顶尖高手表演 咱们只要自己人碰上 要么打半截退赛 要么赛前就不打了 有伤 什么原因呢 备战奥运 别出伤 自己跟自己人 拼什么呀 天下太平 结大欢喜 理由是为了保奥运会 为国争光 那买票进场 观众活该 你活该倒霉 人家根本不是 给你表演的 这种事 咱们好多